如何创建旋转的建筑结构建模 绘制两个圆形面 使用样条放样链接两个面 调整扭曲角度 确定生成的曲面模型 复制一个副本 使用四边面工具获取轮廓线A部分 对线进行单独提取出来 进行批量封面 使用联合推拉进行批量楼板创建 对轮廓A进行批量转柱体 对轮廓B也进行批量转柱体 对不同部分的模型进行对齐 这样模型就创建出来了 这是使用到的插件名称 关注优向 带你了解更多SketchUp